今天在我們武將界的主題當中 同樣邀請到不同領域的歌手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要好好跟大家分享了 首先來歡迎到的是 在我的左手邊 客家新鮮 同一個饒舌之心 歡迎Vuiz 王中緯 大家好 我是Vuiz 歡迎Vuiz 接下來這位是阿暴認證 來自部落的好聲音Gibby 怎麼知道嗎 Vuiz 歡迎 歡迎到這一位 他是幾乎他所有的舞台劇 我都有看過 而且金牌演員之外 這一次直接來問鼎台語準歌王 歡迎到陳竹生 竹生哥 大家好 我是竹生 歡迎竹生哥 歡迎 接下來最後呢 是要來二度角逐我們的台語歌后的寶座 蔡佳蓁歡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佳蓁 今天很開心的能夠把大家一起邀請在這裡來 真的很興奮啊 光是能夠在這個場合當中學到很多種語言 對你來說應該就很開心了吧 對對對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語言的 天才 我不敢這麼說 我不敢這麼說 所以這次可以一次接觸到各種不同的語言 很興奮 不過講到跨界這件事情呢 再也沒有比就是我們竹生哥更厲害 跨得厲害了 你看呢 他從戲劇圈跨到歌場圈 同時呢 你已經得過了金鐘金馬 現在就插一個金曲了 今年呢就以張專輯 換中要來問鼎這個金曲歌王 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換中這張專輯好嗎 好 換中這張專輯呢 對 是我自己寫的一張 是 其實是滿自己平常心心念念的一些事情 情感 我覺得創作無外乎就是親情友情愛情 對 那我覺得隨著年紀增長 有些事情好像年紀大了 感受會特別的深刻 你好像想的事情 會比年輕的時候更深沉一點 對 然後每次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想一想就飄走了 想一想就飄走了 那因為自己是演員嘛 那你也覺得 我是寫個劇本嗎 來去講一下自己心裡面 心心念念這個故事還是怎麼樣 後來 有一個姻緣際會 所以我想說 好像也是一樣表演 也一樣是說故事 那如果唱歌我把它寫成歌曲 好像也滿能夠代表平常我的心情 然後我覺得唱片這件事情 跟演戲不一樣 演戲就是在角色後面 那你唱歌就是 歌手的本我會在觀眾的前面 對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 這一張專輯 還滿是我自己個人的 就做回自己 對 做回自己的感受 對 然後去寫的歌這樣子 那專輯名稱瓦丁是 為什麼要叫瓦丁 瓦丁瓦丁 瓦丁瓦丁 瓦丁瓦丁這個丁 那個換跑道了 換一個感覺 繼續做一個表演的事情 換一個身分 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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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要反應一下 很厲害 一換場就是入圍金曲 直接換到金曲電堂來 非常厲害 那說到這個轉換跑道呢 其實蔡佳蓁 一開始是華語歌手出道的 對 我第一張是華語的 那從上一張專輯 那從上一張專輯 哇 你的台語怎麼那麼好 對啊 我說我是硬練的啦 真的 還不錯 他之前是華語出道的 他可以一直說 你沒有那種年輕的槍 年輕的槍 很黑的 然後佳蓁是從上一張專輯 才毅然決然的 就是轉換跑道 變成唱台語歌 那其實也算是一種就是 一種切換 像問你這張專輯 是怎麼樣的一張專輯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是無愛 然後它的意思就是 沒有關係 沒有阻礙的意思 然後它其實是我在 算是送給我 三十歲的一份禮物 因為我這張專輯是在 三十歲前 就是疫情那兩年的時候 我製作然後寫的 那其實就是 它整張專輯其實在講 一個迷惘的過程 就是因為三十歲 一個轉換 就是到三字頭 然後 三字頭怎麼了嗎 對 我在一開始都會有這樣子的 那怎麼了 有點焦慮 然後迷惘的這個過程 就是你會覺得說 因為我從小就開始在唱歌 我從國小就開始在唱歌賺錢 然後就是感覺好像 自己很像一隻倉鼠 就是不停的一直往前跑 一直往前跑 可是我會不知道 我到底是在跑什麼 或者是好像一直被這個 社會的框架的價值觀 不斷的促使你一直往前進 然後或者是 你一直在活在別人的期待中 不過我到二十九歲的時候 我就突然有一天睡醒 我就覺得我不能再這樣了 我要為自己而活 所以這張專輯就是說 很多人都說三十而立 就是可能三十歲 你要買車啊 買房啊 要幹嘛幹嘛 結婚了沒啊 但我覺得三十歲 如果你正在屬於迷惘的過程中 或者是四十五十六十 其實我們都會有這個過程中 但我覺得正式迷惘是 一件很棒的事 也是需要練習的事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然後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有價值 我們也很值得被愛 好正面喔 其實這是一個大刀必經的過程 對 相對於你的正面呢 我就要來看看我旁邊這一位 呂呂 我可以這樣叫你嗎 他剛才千交代萬交代說 明珠姐不要叫呂呂 可是很可愛啦 因為中圍呢 他真的非常的厲害 然後我之前你在 有在參與比賽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你唱老舌了 那你這一張專輯 雖然是取叫做英文名字 Go Mode 不過他其實有客家話的意思對不對 專輯的概念跟大家分享一下 Go Mode這樣專輯呢 其實是在講 就是從大概可能 高中畢業重考那一年吧 從那一年就是我開始真的 就是真的有想要做音樂這個想法 對 這張EP其實是紀錄了這個 過程的心路歷程 然後從他的名字 對其實從兩個不同的語言 對 的一個諧音 就是Go Mode這樣 Go Mode 其實在客語裡面的意思 它其實是有點 就是偏負面 很可惡很惡劣這樣 通常都是不好的意思 對 那可是在另外一個語言的 相似的音 叫Go Mode 就是英文的 衝的模式 這件事 從這兩個不同的文化 跟不同的語言的一個 諧音的教會來講說 可能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一路以來 我從開始想要做音樂 到我覺得 在這一路上 我可能感受到 這個社會對於 你有這樣的想法 或者是像這樣不一樣的 可能不是選擇去念大學 找工作的小孩的一個看法 對 我想說 有辦法吃飯嗎 對 因為其實爸爸媽媽也會擔心 但其實我覺得 我倒不一定是覺得 一定是在講 父母親 我覺得比較像是 這整個社會 比如說 就全部的可能學校啊 你可能跟別人講說 我現在沒有念大學 我在想要做音樂 大家到底直覺一定 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 會有刻板印象 對 所以我主要是想要講說 可能對我自己來說 我在追求一個目標的過程 我在我自己的Go Mode 在衝的模式上面 可能在別人的眼中 可能是一件很Go Mode的事情 對 但是你很懂得自己的方向 持續前進 而且你現在就直接 Go Mode到金曲殿堂了 沒錯 做給他們看了 對 其實現場兩位年輕的音樂人 都非常非常有才華 非常非常有想法 像Givy 她年紀輕輕 就把自己的語言 帶到國際上 然後這張專輯 分水嶺Badieu的 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它其實分水嶺 這個名字是 我的部落的名字 對 有這個地名 對…它是因為地形的關係 所以就叫分水嶺 然後它也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巴窯 巴窯 對… 然後叫Badieu Badieu 它就是單純地名的發音而已 對… 對… 然後其實裡面有很多 有三首 就是主語歌 然後主語歌是我喜歡的 也是我阿嬤 我的母婦很喜歡聽我唱主語歌 所以就把幾首我們喜歡的歌 放在裡面 然後另外的其他的歌 都是我自己寫的這樣 大部分就會寫可能我的故事 或是我朋友的故事 或是我周遭人的故事這樣 對…也是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情 對… 好…講回來 麥克風再一次回到我們主聲歌的身上了 剛才有講到 因為你很… 這張專輯呢 你自己全創作之外 同時呢 要講一下去年的回顧 因為去年 你跟那個俊傑老師有合作一首歌 對不對 對… 就是去年那一張嗎 木修…它… 對…它去年的專輯 對…然後他就得獎了 而且他等了十幾年的時間 對… 就是說我開始做唱片寫歌 其實是…那個是一個起點 因為俊傑邀請我 跟他一起創作我寫詞 然後跟他合唱的同時 對… 那首歌曲 謝明佑老師也有參與 那個木修的製作 對…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兩位就鼓勵我說 欸…你要不要試試看寫歌 自己唱 對…我說 啊寫詞好像還可以 對… 我這樣子這樣 拼一拼一擠一擠好像還可以 但寫曲我沒有寫過 對…很厲害耶 那他們兩個就說 我現在就想跟你邀歌了 沒有…他們兩個就說 沒有…我真的要謝謝 那個…他們兩位 尤其是謝明佑老師 因為他們就說 沒關係妳不要緊張 我們兩個要教妳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有教嗎 我真的就是乖乖的上了黑歌 謝明佑老師的音樂課 然後就好好上課 然後就回家慢慢那個 把自己 假裝自己是音樂人有沒有 你是 對…音符什麼 因為你就是一個演員很久嘛 然後你當然 對…我從小就喜歡唱歌 或者是說你在劇場有音樂劇 對…那你曾經也唱歌 在舞台上過 但是寫歌或出專輯這件事情 過往我覺得它很遙遠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這張專輯真的叫做 友情的支持跟鼓勵下有沒有 對…然後我就慢慢慢慢 找出樂趣了 我覺得我還滿喜歡的 我後來覺得寫歌真是一件 太…太有趣的事 雖然… 雖然很折磨對不對各位 寫歌真的是 是… 對…我覺得真的是這樣 對… 那想問足聲歌就是十首歌 都是你自己的創作嗎 對…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故事嗎 對… 其實就是我的心情 或我的故事 年紀越大 有一些情感你 到了有一個年紀 譬如說我現在當爸爸 對… 其實我一開始是寫給女兒的 可是寫完自己也唱 就唱完然後OK 它成曲成了一首歌 你唱啊唱的 你好像覺得 不對啊 這好像是我以前小時候 我爸跟我講過的話 那你自己也會覺得說 奇怪你有一天 你也會講出這種話 我就會覺得說 人生真的很奇妙 對… 歲月時間這個事情 真的也是很奇妙 真的是如此 你剛才講到這一首歌 家書嘛 台語的發音叫做 家書 我建議大家能夠去看MV 因為MV也是 竹生哥自己有參與演出 對… 光看MV呢就很感人了 大家會想到很多 跟父母親的一些互動這樣子 我們就現場來聽聽竹生哥 帶來這一首 家書 我們喜歡 擁抱 我們 人才 我們 幸福 有 我 這首歌 裡面 那星 旻 我們的 全部 對… 偉 搖 摸 花開了有優勝 逆逆看咱家的門口頂 想到你卻騎空名車 有用腳電話給人媽媽 他愛塞內各領自己唱 那感覺像我過中疼疼啊 白白笑笑答答 這首歌我真的每次聽就每次哭 因為你就是會身分在生命當中 不同的階段會轉換嘛 等你到這一天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我就看我幹嘛 你就懂了 我知道我知道了 好那剛剛聽完主持人哥聊自己的創作的過程 其實家蓁我也想問問你 因為這張專輯你好像也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創作 那在這個當中你有沒有遇到 什麼是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這困難就是台語歌詞啊 台語歌詞 你小時候有講嗎 台語 很少很少 跟你講很好 你是不是會直接寫出台語的詞 還是你會需要先寫成中文叫別人幫你翻譯這樣 我一開始我是聽很大量的台語歌 然後還有看很多老師寫的台語歌詞 然後就是日常生活就是開始跟媽媽講台語這樣 但我覺得我自己創作 我是以比較影像的畫面為主 可是我覺得最困難的是 就是你有那個畫面 但你很難去用台語把它表達出來 因為平常我們溝通都是用中文 所以台語我覺得最難的是就是 你要把一件事情 然後用幾句的台語詞把它寫出來 對我來說是比較困難 但我其中很好奇一首歌 應該是 我們應該是沒有結束啦 因為你的主打歌叫 有人在等我 有人在等我 尤其是你自己的創作 對 那感覺就是 誰在等你呢 我們想跟你聊一下這首歌 這是愛情的歌嗎 對 這是愛情的歌 然後他是在講說 就是 我覺得人最大的幸福 就是在感情裡面找到一位 真的懂你 然後真的了解你 真的愛你的人 那一位出現 然後 就是覺得 OK 像我現在還單身 然後 我就會覺得說 儘管那一個人還沒有出現 沒關係 我們要先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先練習愛自己 然後 我們就可以等到 那一個人出現 對 可以的 我相信待會家蓁 現場為我們帶來這首歌 那個人就會出現了嗎 你就可以等到我 那就出現了 好不好 我們馬上歡迎 蔡家蓁帶來的 有人在當我 天無人都連個陽光 為一頭到陽 знаком 親手鐵鐵鐵鐵鐵鐵ank 屏風火開的香味 敢有人會等我 敢要給我知道 敢有人接受我 瞭解我的心聲 敢有人會等我 這首歌一樣是聽一次之後你就會記得 特別是在副歌的地方 然後你會唱到會讓我們覺得說 天啊 真的沒有人在等我 對 好可憐 可以啦 要等到了 好難過 好 我們一起加油 姐姐也還沒有 好 我們講回來 真維呢 這一次挑戰的是客家饒舌 光是饒舌就已經很不容易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個 你知道 舌頭沒有辦法那麼領著 客家話又更難了 首先你要先把母語講得好 你才有辦法在快速的 來把它所有歌詞唱在一起 就是你選擇做音樂的時候想要這樣子來表現 其實我沒有一開始就做客語的東西 最一開始其實就是先 以最熟悉的話語來講 對 然後其實會開始做客語的東西 其實是蠻好笑的 其實是因為我跟我哥 就是因為我們的玩笑 要真的好笑喔 來 講看看 好 壓力喔 沒有意思喔 只是說 一裡要笑才可以喔 很不正經的開始 因為我們之前都很喜歡聽 我們那時候很喜歡聽警署的音樂 就是Metal音樂 對 然後我們就會每次開玩笑說 欸 假如客家話 來唱那個 Heavy Metal 應該會蠻酷 然後我們就變鬼喉鬼叫這樣 對 然後我們想 當然我們那時候的客語能力 能亂喊的就是有一些 沒有很營養的 沒錯 沒有很營養的東西這樣 對 但是我那時候就 我也不知道什麼 我就覺得 嗯 其實這個想法還不錯 然後我也是差不多在類似 差不多接近的時間 接觸到饒舌這件事 然後說 欸 要不然 我就試著來用客語寫寫看 等於是在創作過程當中 讓你把母語也找回來 我後來就慢慢覺得 欸 其實這件事好像 滿有意義的 對 所以才開始會 真的有一些說 啊 那我好像應該是要回頭去 好好把母語學回來的 這個想法這樣 對 也是到後來才有的這樣 但你現在才二十幾歲 就有這種想法 讓我覺得客家話 真的是有希望了 古早 真的 真的是 那我們就讓中文先來幫大家 唱唱這首歌 那這首歌呢 英文叫做 GOMO 送給大家 GOMO GOMO 那更Slow-mo 侯家現場 是不會已經一個直播 沙漱老實話 Carol 重新手 說 地方 GOMO 整個演唱 在這首歌 哪一條是多多跳 我摸的狗毛腦 麥果Q某Letter 日租起誰的目標 We climb that shit like a ladder 進行跟Hunk某高 全部重重為準 人生路白白跳 情概都一多追準 重重Kid MCcelerate 電功Z 從別實現 通通FRECity 到天 才能全部COME Yeah Pain and Tears Evaporate All the war we penetrate Might go hard yeah I have faith Might go worldwide don't know yet Go always initiate Write the story on the page Mother tongue elaborate Easy lay up on face break Zufon's turn that AC up 衝門打開一天以後 心情浪速吐天天上 裝作一處上天天中 I'm on the go more now Might go kill more later Zu just a say目標 Easy no reality 右手再抵觸 覆蓋介紹 我ienen下手 跟上向新拍出來 不理會 &Sть 看了 Ti Pass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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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 degrad Ti Pass die 渲滑 Zoo Mist tutaj Ti Pass d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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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ma Bong Boas umma��고》 睡著啊 變一個人 氣勢很難 我剛才聽完中緯唱歌 我覺得我客家話超爛的 怎麼說 因為這饒舌真是太壞了 那個真是讓客家話好到一個程度 你才有辦法把它連在一起唱 沒有啦 可以先寫好 然後再慢慢練 而且你也很會背啊 對啦 也是 然後你一唱歌真的換一個人 對啊 那個肢體 那個眼神 對啊 難怪你要叫做Viz王中緯 你唱歌就變Viz 對 沒錯 真的嗎 我好會喔 真的 你懂他耶 對 我懂你 我平常就是王中緯 然後上台我才是Viz 沒錯 我了解你 那剛剛都已經聊過專輯 還有GIVI 其實你這張專輯呢 請到非常非常多厲害優秀的音樂人 一起來幫你做 如果你想要從專輯推薦一首歌 給大家聽的話 你會推薦哪一首 我所思念的 為什麼 它是裡面 應該算唯一一首抒情歌吧 那首曼歌 然後它其實是在寫 這首歌我是以我姐姐的身份 然後去寫這首歌 因為我姐夫在 某一年的 出意外離開了 對 然後在這首歌裡面 它其實大概一直是 可能告訴對方說 我很想念你 然後我過得很好 你在那邊過得好嗎 然後你不要擔心我 在它內心裡面其實是 很希望可以再見到對方裡面 好希望可以再被對方擁抱 這樣 我覺得這樣子很真心的創作 不管是我們大家都感受得到 我相信她也一定感受到的 那其實 Givy她一路以來也很辛苦 對 就是她一開始這個唱歌夢 她其實是有點被家人反對 對 我媽媽 對 她其實不喜歡我唱歌 因為剛開始唱歌是高中的時候 還在讀書 她也就是跟那個 中圍 對 中圍他們一樣就是 家人會覺得說 你就好好讀書啊 為什麼還要出來唱歌 唱歌有錢嗎 或是可以餵飽你自己嗎 是 所以她現在其實是在當雅姨助理 而且她就是 之前呢 毅然決然就去參加歌唱比賽 對對對 但是都沒有很好的結果 但是這一次入圍呢 肯定是給你打了一個強心針 沒錯 讓你知道你的音樂呢 是備受肯定的 不過其實不管是中圍 Kivi 或者是足聲歌 還是家蓁啊 你們的堅持 讓音樂帶你們到不同的領域 認識了不同的朋友 你們覺得 這一路上以來 音樂帶給你怎麼樣的 你的回饋 還有未來你想要 跟著音樂到什麼樣的地方呢 我建議你們就回答 金曲殿堂這樣 你說希望音樂帶我到什麼地方 對 七月一號 對 帶我到台上 帶我到台上 還有嗎 還有趣的 我是希望客家的音樂 是真的有一天可以 很多不同 聽不懂客語的群眾 他們也可以體會 他們也可以了解 其實可以跨越語言這個隔閡 因為我覺得好的音樂 本身就是一個很棒的 一個溝通的語言 對我希望可以這樣 對於母語傳承是非常有使命的 是的 那我就交給你了 我就先往華語歌壇前進行 為什麼 那GIGI呢 那GIGI呢 就是希望跟他一樣 因為是足以創作嘛 所以我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可以 去聽我們的音樂 這樣去接受我們的音樂 會啦 聽了他的歌 一定會啦 我還是要說 把你的母語找回來 好的 我盡量找回來 對 好 主聲哥 主聲哥呢 帶我進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我覺得 講得好好喔 對 因為我覺得音樂對我來說 唱歌對我來說 可以在我快樂的時候 可以在我悲傷的時候 那我覺得不管是 哪一樣的情緒之下 對我都是一種療癒 所以我也很希望我的歌 可以在大家的生活上面 陪伴大家的歡樂 和悲傷 最後 家蓁 我希望 是不是 對啊 那時候要中了喔 這 上帝有為你預備的 如果說回饋的話 我覺得因為個回饋就是 我覺得我在創作的同時 我同時也被我的作品療癒 然後我希望我唱出來的歌 可以 也是可以療癒到 需要被療癒的人 然後溫暖大家 然後我覺得 台語的文化 它真的很美 我希望它可以到世界各地 因為我們也會聽韓文歌啊 我們會聽日文歌 所以我覺得 台語的 台語歌 台語文化 它需要被更多人聽到 因為它真的很美 希望音樂都能夠帶著大家 完成不同階段 不同的夢想 好 既然到這裡的話呢 我們要來聽聽Gibby的好聲音了 這首歌呢叫做 Bad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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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词词词 我愛你 蛇 妳知道妳剛才唱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全身起雞皮疙瘩 特別是築人的照顧 對 很厲害 妳說什麼隨便唱那麼好聽 好好聽喔 還要原地爆炸了 太好聽了 好啦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能夠邀請大家一起來這邊 稍微的分享了各位的專輯 還有各位音樂的初衷 祝福大家都能夠順利的 把金曲講座帶回家好嗎 祝福祝福 集氣一下 加油 下一集的節目 還有哪些你意想不到的 金曲組合要來做客呢 別忘了繼續鎖定 GMA HIT 入圍就是肯定 EXPR In B 營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